接下來這一章節是要來介紹電磁盒的組裝 及爆炸製圖 我們先開啟 組合鍵 這先關閉掉 我們在 在這個組合鍵的環境之下 複選 這些電磁盒 的零件 向左拖曳進來 這就不用去管它 然後切換至等角式圖 然後再把這些圖 去做一個 相關位置的 擺放 不要讓所有的零件 重疊 重疊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我們的 主合鍵的環境之下的話 要關閉掉這個陰影 關閉掉這個陰影 還有最好的環境呢 它底色一定要 要純白的 這樣有利於我們 試圖空間的判斷 好 那這為什麼沒辦法去 去拖曳呢 因為它這個 有顯示為固定 好 那我們 打開 主合鍵的 主合鍵的 圓點 主合鍵的圓點的話 它要就是類似 像是 因為各個的零件的話 它在做圖的草圖的圓點 也是一樣是會有 那當然呢 主合鍵的圓點 它也 一定 一定是會有的 所以從這個的 各零組件 去判斷 基本上它都會有一個的草圖的圓點 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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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主合鍵的圓點到底是在哪一邊呢 在 這邊 它有 亮顯的這個的地方 好 那我們如何 讓我們這個的固定點呢 結合在這個的 主合鍵的圓點 上面呢 好 那 首先我們的結合的條件 有可能會跟草圖的結合的 條件 會有互相結合的 影響 所以呢 我們要在這個檢視的這個地方呢 要把檢視草圖先關閉掉 檢視草圖就沒有了 那這個固定要怎麼樣解除呢 就按滑鼠的右鍵 選擇讓它去浮動 這樣子 就可以了 那首先我們先做一個 備料的動作 所謂的備料就是 把要組裝的相關大概的位置 先把它做一個的排列好 讓 組裝的速度 會比較快一些 好這部分就是先跳過 好 備料已經 完成了 好 那現在我們就來 做一個結合的動作 我們選擇結合的指令 好 基本上呢 零件的話 它都會有一個的 圓點 那當然組合鍵也會有一個的 圓點 好 所以呢 我們切換 我們要把 我們 固定的這個的下蓋 這個的下蓋要把它變成為 固定在這個組合鍵的圓點式上面 比如在這個圓點 這兩個圓點要做一個 重合要怎麼指的來做 好 我們進入結合的 的指令 當然我們選擇 組合鍵的前基準面 然後再點選這個的 零件的前基準面 去做一個結合 然後再上 基準面 這要先做一個確認 然後再上基準面 跟這個 零件的上基準面 做一個結合 然後再 左鍵的右基準面 跟這個零件的右基準面 去做個結合 因為看到 它的圓點 左鍵的圓點 已經跟這個 零組鍵的圓點 去做一個重合的 動作了 好 那 在 我們先把這個 先關閉 不然會有一些 干擾的情況會發生 我們按 F5 F5就是這個 的過濾器 大部分我們的結合都是選擇面 而不是選擇邊 好 那我們就是選擇 這個面 跟這個面 做 同軸心 這個面 跟這個面 做同軸心 按右鍵即可 那你要考慮一下 這東西下來的話 不要有任何的干涉 要怎樣做 好 好 大家也是選擇這個面 跟這個面 重合 然後再過來 就這面 跟這面 重合 這面 跟這面 重合 然後這面 跟這面 重合 好 你可能會考慮到說 啊我 電池的話 電池盒的話都還沒有裝 那該 要怎麼辦呢 好我們選擇這一面 跟這一面 同軸心 然後這一面 跟這一面 重合 好 那接下來 電池盒要怎樣的來做呢 好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電池盒的上蓋 按右鍵 先讓他做一個隱藏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我們選擇這個電池的下方 跟這個地方 跟這個面 去做一個重合 好 可以選擇這個面 這個面 跟這個面 做重合 然後選這個面 跟這個面 去做重合 好 那這樣就好了 好 那我們把隱藏的 地方 如何讓他的 亮顯 好 我們可以打開 這個顯示 的窗格 被隱藏的部分 他的顏色就會呈現為 微接色 我們就把它給打開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呢 就告訴你說 我可以把它給隱藏 或者把它變更為 透明 像這樣子 半透明 或者是 把它為 顯示隱藏線 這樣子也可以 好 那做完了 順便 就要來去評估一下 看有沒有干涉 好 無干涉 這樣子就好了 好 那有完全的 定義的地方 在這邊 那沒有完全定義的話 是在那個 電磁盒的 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結合的那個條件 好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是要來介紹 爆炸圖 組合鍵的爆炸圖 點選爆炸式圖 全部狂選 選擇 你不要 移動的 保留 那這個我不要 那其他的 就往上面去拉 只要讓他用等角式圖 不要讓他去做一個的重疊 像這樣子 有重疊 在視角上面有重疊 這樣就不可以 用等角式圖 不要讓他有重疊 好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 再往上拉 從頭做好了 從頭做好了 這個 這個我不要去讓他動 往上拉 我們先把這個圓點 先關閉掉 然後在空白處 點一下 然後選了這個 再往上拉 然後 然後 電磁盒 要怎樣辦呢 我們選擇這兩個 只要不要讓他有重疊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再往上拉 好了 爆炸 組合 爆炸組合 動畫的話 就可以這樣子來看 那選擇要 重複的 重複的那個播放的話 就要這樣子來看 往復的播放 那預設的時間是只有 4秒鐘 好介紹完畢